这上周五淡水清水祖寺庙平安绕镜活动圆满结束后 周六十一号当天就是三只福城宫的金面二妈的平安绕镜活动了 立法委员吕森林也来到了现场参与活动 为选区民众祈福 新北市府长官也来到了现场观礼 为新北市民祈福也祈求国愿昌荣 每年到的农历五月初期 就是三只小基隆福城宫金面妈祖平安绕镜的日子 三只全区总动员由主委带领着立委以及各里里长 向天上圣母成心敬香敬果之后 大家合力将妈祖请出庙与上软轿 起轿离庙之前的三进三出 每到古里丝毫也不马虎 为了就是希望以虔诚的心来敬奉妈祖 祈求全境的平安 百年以前到现在一直每年都不变 这就是说妈祖以前浪费时代 出去少躺海少虫海 现在研究到现在 祝我们三只地区一年一度的大盛事 那今天也有很多信众一起来参与 那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和我们各位信众 还有我们三只小基隆福城宫的各位信徒们 一起参与这样子的大盛事 那我想妈祖一定会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我是如意所以也要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才刚结束淡水清水主师平安绕境的立法委员 吕孙玲也来到三只浮沉公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平安盛会 希望服务区里的民众都能够得到庇佑 有个风逐年 而市府民政局的长官也来到现场观礼 为全市的市民来祈福 从沿街民众摆起的乡案可以看出地方居民对于金面妈祖平安绕境的重视 现场还可以看到民众遵循换乡的谷礼将手上的香火与绕境队伍来交换象征神威以及平安的传递 也透过香火的传承将专属于三只区的金面妈祖平安绕境文化给永续保存下去 记者廖平安三只采访报道